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咨询奉告 今集邀请到市政署的代表 欧小姐在上任节目 欧小姐 你好 你好 年轻人作为社会的未来董良 从小培养维护环境卫生的意识非常重要 市政署针对学生方面 多年来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校宣传推广 可否介绍一下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从小培养学生维护环境卫生意识非常重要 在18至19学年 市政署联同本澳国中小学校合作举办了107场次的 澳门城市清洁运动之 学校宣传推广活动 共51间学校合共25,949个学生参与 反应良好 因此本署将会在19至20学年 继续与各学校合作举办相关活动 透过导师讲解 互动游戏、工作坊、参观及亲身体验等活动 培养学生珍惜资源及维护环境卫生意识 同校宣传推广活动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 活动内容主要围绕城市清洁、防止鼠患及登革热 及资源、垃圾分类回收三大主题 同时为了有效地向各年龄层学生灌输有关的知识 活动将分为三个组别 各自安排合适的活动项目 首先是幼稚园及小学组别 会提供兼具趣味性及教育性的同乐满分工作方 及主题摊位游戏 以简单易名的互动游戏方式 向学生宣传 与城市清洁环境卫生有关的信息 而高少及初中组别方面 除了提供部分具趣味性的项目之外 亦会加入资讯性更高的专题讲座 主题图片展览及清洁环保体验型 最后是高中组别 会提供内容更丰富 而且更深入的专题讲座 及主题图片展览 期望学生能够认识更多的环维知识 进一步加强对保护城市清洁的意识 除此之外 本署欢迎学校组织学生 参观合下的望下山 及移隆后环境资讯中心 以及参与中心所举办的环境教育工作坊 让学生能亲身体验生态环境 以及学习到外护环境的重要性 有兴趣参加的学校如何报名 以及了解更多活动的详情呢? 本署欢迎本澳各中小学校积极参与 共同为新生学子 灌输正确的城市清洁和环境保护理念 有兴趣参与的学校单位 可以浏览市政署环境资讯网 https 母号斜撇斜撇 www.iam.gov.mo 斜撇 macaohygiene查询活动详情 及下再报名表格 如果想进一步了解活动详情 欢迎致电市民服务二线 233-7676查询 谢谢老师姐 不用客气 那么时间够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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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